各位編迷你們好 我之前也介紹過Titoni C Scope 它之前推出是不鏽鋼殼 之後推出了三隻 沒有記錯 就是用 Carbon Tech 的殼 即是碳纖殼殼 整隻錶又輕了 運動感又再增強了 上次沒有這隻錶在手 沒有介紹到這隻錶 這隻錶其實也是 C Scope 600 米 Carbon Tech 但最搶硬當然是它的錶圈 非常搶硬 紅橙、黃、綠、青、藍、紙都在這裡 非常特別 這隻錶大概是42mm 錶鏡 厚度是14mm 而脫脫就剛剛過了53mm 幸好這隻錶其實不太大 而且用了碳纖殼殼 它就叫做 Carbon Tech 碳纖殼殼殼除了輕之外 你看到它的紋理也非常特別 你看到殼殼有很多紋 這就是碳纖殼殼的特別之處 又很輕 而且我覺得這個碳纖殼殼 跟它的錶圈 一個錶圈是陶瓷圈 陶瓷很平滑、很光滑 而這個碳纖殼殼殼有很多紋 又很雅面 而我覺得這兩個的反差 就真的蠻大和蠻特別的 我現在轉正這個旋轉外圈 就是60klik 侘客陶瓷外圈 而且上面的小時刻度 馬卡等等 全部都是紅橙、黃、綠、青、藍、紙雜 順時針去 令到這個錶真的非常特別 當然也有screw down crown 因為這隻是 600 米的潛水錶 看起來好像很玩具一樣 但其實是 600 米的潛水錶 我也在調校這個時間 這隻錶之前也說過的機身 就是 T10 的自家機身 這次有 72 小時的動力儲備 也比坊間的很多機身長一點 72 小時 就沒有 Swatch Group 那麼長 Caliber 80 但它的鎮頻也保持 28,800 調校完時間 調校完日期 調校完鏈後 鎖上錶觀 確保有 600 米的防水性能 對呀 真是 600 米 有時看一看這隻錶 突然覺得 原來真是 600 米 看一看好像有玩具一樣 潮流 可能想著 200 米 也保持 600 米 搭配膠帶 你看到膠帶是沒有洞的 即是它不是用 Pin Buckle 你看到這個 Clasp 扣 就知道 它完全不用鎖孔 來固定這條膠帶 不會那麼容易殘 所以這也是很好的設計 看看底部 你看到它有這個煤花的 logo 在膠帶上面 這個就是底部 有做透底的 600 米防水 而做透底 真的不是很多手錶的做法 所以都很厲害 看到它的機心 就是它的自家機心 我覺得打磨就不是最頂尖 但是沒有什麼所謂 說真的 600 米防水 很多時候都不會做透底 它這個透視窗 看到的機心 靈感就來自潛水艇 那些 撲號 那些窗 就是圓滑滑滑的 給大家看得穿 所以其實都挺有趣 當然最吸引 都是它的錶面 給大家看看夜光 數目指 小時刻度 和這個指針 都有夜光 當然也包括 這個旋轉外圈 那六顆 夜光圓珠 帶了七吋手環 這支錶 它又能打得又能看得 打得就是因為它 600米深潛的手錶 看得真的很特別 這個錶圈設計 其實它還配多一條 尼龍帶 尼龍帶有快拆功能 而且它也有一個工具 讓你可以拆掉這個膠帶 配上這條尼龍帶 所以都很方便 尼龍帶中間有啡色白色的線 你也看到它有快拆功能 扣子這次就做Pin Buckle 而扣子也是黑色的 配上錶殼 更加一體化一點 我看著這支錶的時候 就想起我之前也介紹過另一支手錶 這支錶也是做黑色的 然後小時黑度也有用彩虹 還有用自家機心 說得很厲害 一定也是很貴的錶 其實不是的 那支錶就是ORIAN的手錶 ORIAN 鮑魚殼 之後也有用彩虹的字 那支錶和這支錶 其實是不公平的比拼 雖然大家可以說是自家機心 那支錶就是ORIAN的自家機心 那支錶 它的定價就是26,000多港元 我覺得其實也是完全合理的 雖然這支錶比它本身推出不壽港的那支錶 那支錶大約15,000多 但這支錶 說真的 它的殼 已經用了CarbonTech 用了碳纖殼 然後設計也很不一樣 所以很難一概地比較 我覺得以這個價錢 如果還有些字 其實也是非常可取的一支錶 而且真的很帥 很有潮流味 但又能打又能看 那好吧 如果大家對這支錶有興趣 也可以去到銅鑼灣Sogo 的瑞聯錶查詢 你看到這個頻道 一定會有更多優惠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品牌 支持地區小店和拍片 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按LIKE 以及留言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繼續努力 找多些有趣的手錶 和隱世的錶行 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 今天分享 拜拜